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 欢迎收看开市感浪 我是林志童 现在先和大家跟进 《花单欧美股市》昨晚收市的情况 美股昨天扭转过去三个假日的声势 道指尾段曾经要跌183点 即是低见25952点 最终已贴近全日低位收市 看道指早段走势反复 曾经回升24点 全日高建26106点 之后在高位辰转下行 收市跌173点 收报25962点 失手26000点 标普500指数跌23点 收报2900点 纳指方面跌54点 收报7948点 星期一 憧憬多国 推出刺激经济措施 救市的乐观情绪消散 对贸易战敏感的科技类股分领跌 晶片股美光和超微分别跌1.73% 和2.41% 网上影片服务商Netflix 面临苹果公司 最快两个月内 推出Apple TV加串流平台的挑战 股价也下插3.36% 苹果是持平 美国10年期的国债息率 回落到1.55%的水平 拖累花旗 摩根大通 和美银等等的银行股 跌超过1%至2 在美国上市的港股与托 政权 基本全线下跌 汇控至日比本港收市 跌1.16% 中移动跌0.88% 联通跌0.7% 国售跌0.64% 至于欧洲股市 亦是全线下跌 倫敦富士100指数 收市跌64点 收报7125点 法兰克福德斯 收市跌64点 收报11651点 巴黎Cat指数 收市跌26点 收报5344点 看商品期货方面 市场憧憬 美国原油库存量将会下跌 旗油价格连续第三日上升 旗油价格连续第三日上升 收报每桶56.34美元 伦敦布兰特其油 收市升29美元 收报每桶60.03美元 美国债息下滑 资金亦是再度流向避险产品 国际金价昨晚回升 旗油价格连续第三日上升 收市升4.1美元 收报每盎司1515.7美元 看汇市方面 美国债息再度下跌 市场憧憬 联储局减息可能性升温 美匯美团退守到98.18美元 每百日元对美元升0.4美元 欧元向好兌1.11美元 英国首相有看信 促请欧盟在脱欧协议中 删除北外担保方案 大就被拒绝 英镑对美元跌0.3美元 看最新的名媒格 港元7.8462 日元106.64 欧元1.1077 英镑1.2132 瑞士法郎0.9813 加元1.3329 澳元0.6763 纽西兰元0.6402 美国国负债10年期债息率 1.563 10年期债息率 2.04 至少젠干净 美国总统特朗普 正在研究中 会否是减税 包括减大家的人身分税 到自己的经济 另外特朗普也再次促请联储局减息 señor 美国总统特朗普 正在研究中 会否可以减税 包括减大家的个人身分税 去刺激经济 另外特朗普也再次促请联储局减息 現在先談談利率期貨市場 對接下來減息的可能性 現在大家怎樣看呢 另外就是現在禁止 特朗普不停希望可以出一些招數 去刺激美國經濟 美國經濟是否真的禁止呢 其實我自己覺得 美國的經濟不會說 你說放緩的趨勢有的 之前的數據大家都看到 但是不是真的說實質上那麼差呢 你再看回中國區的經濟數字 甚至是歐洲區歐元區的主要經濟 是德國的經濟數字 美國的經濟情況 我自己會覺得其實不算特別差 甚至其實你說 如果跟環球其他地區的經濟比 有機會你說第一個陷入衰退 或者引發這個風險 一定都不會是美國 所以目前來說 其實美國現在的一些風險資產 有機會你說是在現在全球 都面臨著一個經濟衰退的情況之下 在那麼多個市場裡面 那麼多種不同的風險資產裡面 相對來說是比較穩陣的一個 而但是就算你說現在目前來說 美國的那個首個陷入衰 或者說經濟下行的壓力 沒有其他地方那麼大 但是你說 聯儲局會不會考慮在現在這個情況 都先做一些保險性的一個降息 我覺得這是絕大多數的分析師會期待的一件事 其實現在剛才志龍都有問到的一件事 其實大家對於9月份的那個議席會議上是怎樣看 或者接下來幾次的議席會議上的 那個息率的路徑到底是如何 其實你見到隔晚回到來 去到9月份即時減半厘的那個預期是小了 但是大家開始預期就是 之後的每一次的議席會議 可能都會去降四分之一厘 一直去到明年的時候 其實你就會見到明年頭的情況之下 你見到美國的那個 那個負責率已經會降了1.25厘 而每一次都降四分之一厘的這個策略 對於美國來說 其實相對來說 我覺得會是一個 一來是第一預期 二來來說可能都是比較適合一件事 就是現在目前來說 經濟行風險是大的確需要做一個保險性的降息 但是如果某一次的議席會議上 出現了超乎預期的一個減息的一個 的一個幅度的情況之下 大家一方面可能短線地 是會為減息這件事的歡欣鼓舞 但是你沒有考慮到 背後其實聯署局的官員 看到經濟行動的壓力 可能對於美國來說都增大了 這件事是在那一兩天的 就是短線的抽歌或者是 就是歡欣之後 會有機會之後回套 所以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說真的之後 每一次都減回四分之一利息 這個是最符合目前現在 市場的預期的一種路徑 具體來說 我也要看回星期三 今天其實美國方面是會公佈 有一個聯儲局的一些意識記錄 但這件事可能相對來說落後了 而星期五開始 在一個Jackson Holt 的一個全球央行聯會上 聯儲局的主席鮑威爾 都會有些發現 相信大家會關注那件事比較多 而今個星期其實 去到後半段 還有比較多的一些經濟數據 包括歐元區的PMI 當然剛才說到八位夜的發現 相信那個才會影響短線後市 比較大的一個因素 在多年而隔晚 即美國看到那個回套 其實我就會覺得在之前那兩天 大家過度反映貿易戰的樂觀情緒 但忽略了 其實你說說 接下來這一個星期 中美雙方真的會達成協議 可能性還有很低 還有就著華為事件 也有進一步的衝突 所以這件事我暫時看得比較淡 就著這個因素對後市的影響 而剛才志堂一開始說到 說的稅改那件事 我覺得暫時不需要太過分地考慮 暫時來說美國方面都知道 在兩個議會上 未必會有太多人去支持這個方案 二來就是說過稅改的那件事 其實過去幾個總統都不是沒有做過 你說歐巴馬做過 之前喬治寶雪都有做過 但是最終最對來的 那個結果不是這麼理想 因為始終影響的效力比較小 金額比較小 但未必真的會留意到 還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很多總統做減稅 特別是個人信奉稅的這件事 未必真的出於經濟考慮 政治上的考慮比較多 所以對於股票市場上的影響 我覺得暫時不會那麼大 好 除了講美股方面 也要看港股 但如果不少上來 昨天也有一個回調 今天也是繼續向下 但是下跌的幅度不算太大 現在都守在26流上 之前都經常問 會不會可以補回 之前為流下來的下跌列口 有沒有機會 還有現在看看市況 再加上成交 後市怎麼看呢 其實港股 我自己覺得 那三支大洋燭 真的誇張了 而這麼大的一個 你看到好像很強的一個動力 加上那三天的大洋燭 其實都配合了一個比較大的成交 當然也跟內地的一些政策有關 之前有調整那個LPR 大家會覺得 對於新的一些新增貸款來說 它的借貸成本的確是降低了 最大的player 無論是中共股市也好 那些耐人股 下調了那件事後 至少未來一段時間 它的NIME有機會保得住 這些東西我覺得是會對市會有一個相對比較正面的 短線的一個支持作用 為什麼說短線呢 因為這些政策 一來只是針對新增貸款 不是真的一個全面的降息 始終對經濟影響有限 以來它反應都衰事 所以短線我覺得這個反彈 更加大的可能性會是因為之前的一段時間 你見到可能由八月頭開始的股市 這麼急速地下跌 連續幾天都在超賣的情況之下 有一個技術上的反彈 這一點我覺得可能性會比較大 而短線這個技術反彈大概可以去到哪裡 可不可以指同所說 即如指同所說可以修補到 向上兩個列口呢 我覺得貪心了 其實連第一個列口是否可以補到 我的信心都不是特別大 如果短線後市即棋不上26500 這些位置破之前的下跌列口的底部 其實我會覺得要再向上彈的動力 起碼在短線來說 就相對已經減弱了很多 所以就算真的上26500 因為目前來說 我自己覺得這個位置是比較大的阻力 再向上去 其實最多都是去到27000 這個列口完全補煞 而你說真的現在這些位置 如果因為這個策略而做錯方向 我覺得最多都是500點 但是向上的那個空間 最多都是500點 距離26500這個阻力位 但是向下的那個空間 我自己覺得始終還是比較大意 你看到昨天有比較多的大行 都就著一些經濟狀況 出了一些比較宏觀的報告 譬如說高敏 其實Morgan Stanley 其實他自己對於現在目前來說 恒指的那個目標價 去到2020年的6月份 那個base case 其實都是在24400 這些位置而已 所以任何的一個反彈 相對來說 現在目前其實都是一個短線的反彈 策略呢 逢高減少我覺得是不會錯的 而剛才說的是base case 但是你說如果脈戰這些因素 又有進一步惡化 或者說你說香港本地的一個證據 可能接下來會有一些更加負面的因素 出到來的情況之下 真的要去到他那個最紅的那個case 他的那個目標去到2020年的6月 17,630點 向下跌落的幅度有三成 我覺得其實這些位置 就是著眼於短線幾百點的那個升風 我自己就覺得就不是這麼必要 所以那個策略 逢高減時 還有你說真的上到26500點的情況之下 真的你說開始做一些反向的動作 都不為過 而在現在這些市況當中 大家其實會選擇些什麼股份呢 大行都給了一個建議 就是其實是一個 一來是美國一個不斷地減息的低息環境 二來是政局不穩 還有面臨著全球經濟衰退和逆展這些風險 相對的低息環境當中 減分一些股價已經是比較落後 而同時你見到它的息率是會有比較穩定持續的增長 可能也都是比較高的這些股份 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它是逆周期的股份 這些股份其實相對來說 可能會是在 接下來的一年的時間會跑贏大市 而具體來說有些什麼股份呢 其實譬如你說 本地的一些電訊股 作為一個傳統的一個 就是逆周期的 譬如說香港電訊這些 再加上它現在目前的額色 其實相信來說都算是比較吸引 這也是Morgan Stanley 提供給我們其中的option之一 其他還有一些比較高息的落人股 但是自己本身對落人股 看法不算正面的情況之下 也不願意打得賣入 這個是小小策略的其中一個步驟 但是至於逢高減遲 和你說趁高做一些反向動作 這個才是投資的主線 好 麻煩了Michelle 詳細的分析 都申報一下 有沒有持有上述提供的股份 沒有持有的 好 麻煩了Michelle 我們稍後回來 還有其他的直播人 稍後回來再見 要財民提提提你的 現貨王得賣入 價15806.01美元 賣出價15806.52美元 現貨博買入價17.1071美元 賣出價17.1577美元 以上資訊又要財民提提提高